佛经中的人心和善慈悲喜舍 和道德经中的道法自然有共通之处 憨山大师是明朝高僧 也是一位以生命具体作证 且具有言切实修及禅定经验的高僧大德 其著作也深深影响许多人 憨山大师以十五年的光阴所思维注解的道德经 是一部实修的宝典 云阳法师在道德经佛学课程上 也花了许多时间来讲述 后来将重点集结成册 印成善书与大众结缘 以深入浅出的注解 让大众能理解道德经中的精髓 介绍汉山大师明朝的祖师 来用他的注来讲这个道德经 所以相对的我就是把祖师拉来证明 这道德经也是佛经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就以憨山大师的这个注解 这个道德经来作为讲道德经的这个基础范本 所以里面汉山大师把整个道德经的精神 跟佛教的精神等等做一个串联 所以他把道德经的来龙清脉 以及卢道士的关系 介绍得很清楚 这个是我们道德经第一策 就把卢道士的关系 跟卢经的互相关系 把它介绍得很清楚 道德经因为它里面很多 所以简说上可能也没有那么清楚的 可以跟各位报告 所以大家要请书的话 可以到我们一阵讲坛来 我们随时欢迎大家来请书 我们也供养大家 谢谢 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 被译成外国文字 发布量最多的经典 透过注解能更清楚的了解到 老子道德经中把本体论 正式论和逻辑学统一起来的道学内涵 法籍新闻五庸曲 高雄采访报道